念佛不是假的 念佛真正能帮助我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我的身心就在一句佛号当中 有此我佛号放下来跟你们一样干死 干完了之后一尘不染 我还是一句阿弥陀佛 我念到底 我永远念下去 到极乐世界也不改 这句佛号也是假的 真跟假是一不是二 我就抓住这个假的就行 其他假的我都不要 那么这个假跟阿弥陀佛结合成一体 阿弥陀佛的智慧道理神通 无量皆所修集的功德 我也占到光了 占到这个光完 这就是得到他的价值 他的光照一切众生 但是有些众生不接受 不说佛不慈悲 不说佛光不照他 他自己 不接受 那就没法子了 但是佛还是照 他把光就收掉了 没有这个道理 他的光是永远在照 等到你哪一天接受 你就有佛宝了 不是不照就收 他没有收的 常照光 不受的 由此可止 弥陀佛光加持 佛光里面有智慧 有功德 有真实的理由 永远在加持一些种子 这叫大慈大悲 这叫大智大慧 大智慧大慈悲 不是 我们求他在加持 不求 不是的 那你完全想错了 我们求他的事就接受了 我们不求 不接受 排斥 是这个意思 这才知道 真正的佛菩萨 对于一切众生 那是一体 同体大悲 无缘大慈 你今天 破坏净土族 毁谤 坏净土族 把佛菩萨的象 拿去烧掉 佛光 还是价值的 并没有说 阿弥陀佛看到 你把他象 那就烧掉 他生气 把光收回来 没这个道理 还是在找你 还是在帮助你 你不接受 你的罪业 你的烦恼 吸气 断不掉 你接受 他帮助你 慢慢就把你 这些稀奇烦恼 罪业融化掉了 佛的光明 神奇莫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